本节目有一个官方新浪微博叫做 毁人不见的游老师 上集节目之后 我们继续在冰城享受着阳光美食而清新的城市 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惬意 直到夜幕吞没这里 现在我们看看这家中学叫时中学校 这个时中学有什么特别的呢 就之前我们经过旧职 它之前有个旧职 为什么会有个旧职 因为闹过火死过人 所以那个学校呢 很多学生都不能呆了 所以他们选了一个新校区 决定搬到这里来 说的好听要选新校 其实说的难听就是避鬼 那最后他们搬到了这一个地方 叫人们来就来 来女号告诉我 鲁班行 鲁班行 对 其实鲁班这个顾庙这里面领事啊 万一还是有点圣人 我看 看一下那里面 看 我们看一下 就是呢 这边有一座古庙 我们也不知道 他彻夜都一直点的这么大根 就希望到底是在记性的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因为你想嘛 以前这地方是闹 以前在学校被闹火 那这个东西香烧的感觉 一直在压鬼面 哎 别让你还可以听到啊 有你眼睛的 我靠 真的有 那什么 真的有 你这样跟这两边试试 你都跟着你 没有 我不敢看 如果你走到这个位置的话 非常不舒服 左右两个两只试都看着 我觉得我们走在什么位置 两个书 我最爱有 自己跟老师 我最爱有 反正一碗冰神 真的是有点鬼气 好可怕呀 好可怕 我们知道华人多的地方呢 鬼神就会多 然后灵异的故事 或者鬼屋也会多一点 就好像我们在路上看到的 那个石校中学 原先呢 日军占领的时候 把那个地方作为刑场 就在那个地方杀 杀了以后呢 就排在背上的灰炸 我们经过去的时候 看到很多车子停在那里 就是政府希望用洋气 来镇压那里的鬼魂 之前想要试图拆 这个只会有建筑公园死 还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高阴九十九门 听名字就很诡异啊 并不想去 并不想去 这个地方 附近呢 是很著名的萤火虫的景点 看到萤火虫 但是谁也捉不到 那个萤火虫 之所以在九十九门呢 是因为那幢房子很特别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窗 全都是门 是1840年的时候建的 原来的主人呢 是一个荷兰人 后来卖给一个英国商人 二战的时候 日本就占领槟城 占领槟城以后呢 就把那个指挥部放到那个地方 拷打刑犯啊 杀人啊 冤气很重 硬撞房子的主人呢 战争结束以后 回来住过一段时间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住进去的人呢 精神就会慢慢地 变得不太正常 结果他自杀以后 他的那个房间也成了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一个房间 原来前几年的时候 印尼本地一个电视台去做调查 在经过女主人房的时候 所有人的相机 一块门都没有办法按下去 这个房子的主人呢 就是陆陆续续都死了 然后这个房子呢 就租给另外的人 缺德 是啊 这个真的是很缺德 因为后来住进来的这一家 也死我了 一点都没错 死的 死的只剩这一家的女儿 哪里人 新加坡人 然后就搬回新 搬到搬去新加坡了 他又住给别人 结果在 在前几年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缘故 他又从新加坡回到马来 结果也死了 专门到槟城的这间房子里 然后在那个露台上自杀了 年轻人不怕死的会去探险 是啊 我也超想去 不知道马来西亚房又私闯 你们在盼几年 闯那个地方呢 应该是不为判的 因为自然会有老天来收 哈哈 你们说到高阳99门了 昨天我不一个人打车 然后那个出租车的那个司机 是一个本地华人 前面是很健谈的一个司机 我跟他闲聊 后来有说到高阳99门 突然间就 就不太说话了 然后最后他跟我这样说 说你要去这个地方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在傍晚六七点钟的时候 因为就六七点钟 他他说那个时候交通会很低 对大家不要害怕 这才是我们节目的一贯调性嘛 包括此时的这个配乐和我的身影 都只是为了空洞玄虚吵吵气氛而已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路爆炸是一个以反见作死为核心的节目 绝对不会是恐怖片呢 不信 看看第二天我们要去干啥 你们就知道了 这次需要我们好消息 到四 hotel 把火照进行 即日请不吝点赞 令人 下hour 让人 下无论 不服 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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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 我真定的认为我应该去买只鸡 所以我现在就出发了 知道什么叫撒鸡血吗 今晚今天要撒鸡血 为什么要撒鸡血 就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呢 你撒把鸡血 恶灵退散 我指报导演 我想想这件事情 你的酷点 拉也没拉 你怎么知道 在英文里面 Dick是不是鸡的意思 英文老师 我不知道 羊头又要开黄枪了 Suck my dick 对不起 我不知道 赶紧走 自从上一期节目 羊头因为小学三年级的英语水平 遭受了深深羞辱后 最近她真的养成了无时无刻 不乱标英语单词的坏习惯 同样啊 也正是在上个节目里 牛老师在料理老师Perny的带领下 发现了这个叫鸡 而不是买鸡的长手 好吧 是时候收服我们的第一只口袋妖怪 哎呦呦 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那边全部都是母鸡 好像这种东西一定要攻鸡才有用 对啊 而且要关子很大很红的那种 邱建文 我已经帮你想好理由了 我们要从群内开始推动男女平权运动 公鸡母鸡功效一样嘛 是不是 不是 我可以跟你 我跟你这么讲 就镜头前到时候看这个片子的观众 观众很傻的 大多数观众是分不清公母的 就男女不可以 他不傻 看到没有 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可能最可靠的还是邵白了 就我们节目组里面有一位童子 童子 大家都知道童子是什么意思 共鸣自己童子就是没有经过 那过程的人 那我们这里只有邵白是童子 你记得一定要多说嘴 一定要多说嘴 不 因为我刚才我在想 我怎么让邵白出去 因为邵白不是鸡 我不能咬 那今天捅了 但我又没有刀 那我也怎么捅他呢 你就是找个借口想捅邵 虽然大家都很想捅邵白 但是我们能不能回到正题啊各位 我们去买鸡吧 好吧 我们去买鸡 俗话说得好 说鸡不带疤 文明你我他 毕竟团队很快就要增缺新成员了 我们还是应该注意自己的严谨才是 没过我们就来到了前几年 光临过的这个活鸡档头 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悠悠 选鸡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你一定要在万千五种之中 挑出一次powerful 好 至少要找出一次对象攻击的人 好 OK 偷航方 他的朋友们都在看 好了 好了 哇 他看起来好疼哦 这时机反正放在你们面前 这个有器官啊 武器也有器官啊 这个有器官啊 好就这几句我要这几句 他如果不听话 我就把他就往车砸 他说的好违哦 看他骗一下 本节目的以下情节 可能会引起动物保护者们的不适 在此我代表节目组表态 鸡是人类的朋友 猪羊牛狗金龟子也是 是花椰菜水葫芦和西红柿也是 是个男孩重达七菌三两母子平安 他眼神真好恐怖 他好像看穿了一圈 我不敢看他 他好像知道是他的未来 对 兄弟想开一点 我们每个人的结局都一样嘛 是不是 他摇头了 他摇头了呀 不干 他不干 所有都不干 他的使命本来是要成为一个摄影师的 哈哈 洗了就 沸水死到 又见文 你为什么有这么丰富跟鸡打架到的鸡 如果鸡能洗澡 因为小时候我对鸡撒火尿 后来他就 这俩鸡炸死了 撒狗尿 这个鸡后来就不行了 对啊 对啊 这不论一蕾 不论一蕾 你马了个心 你安慰他 安慰他 不要慌 朋友 不要慌 你把他摔下去 你把他摔下去 十不雅观 他就是这么追求我的朋友的 你马了个心 你马了个心 残物严重 他怎么突然跳出来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后面是什么 三少背者一只鸭 哦 他现在有个革命性的话题 需要大家开会讨论一下 好吧 就我们现在多了个新的小伙伴 但优惠这个小伙伴智商比较低 跟你 而且从小被父母抛弃 他是个没有名字的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 对 必须要马上讨论 我自己叫皮卡丘 皮卡丘如果是生物 也是老鼠那一类的 应该这样 我们 哎哎你不要这样大鸡 你知道吗 你真太危险了 你进鬼屋里进来的话 大家全面一下子 你这边你就谁进 你就抓谁 你就抓 我抱他血肥 刚刚问唐在哪里 唐在乖就是鸡的名字 他叫皮卡丘 他的反应你告诉他不同意 他叫了 出 出 啊 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 最后考虑到我们这个节目 面向观众呢 是80后90后00后加70后 你怎么觉得你的观众有这么多 好 那所以呢我们给这个鸡起个大动画 能代表普世价值的名字 我想了一个叫对讲鸡 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 那对讲鸡就对讲鸡吧 经过了设置住全体成员的一番爱抚卫诗和导演讲器之后 对讲鸡顺利加入了我们团队 经过了短暂休整 我们正式带着对讲鸡踏上了征服高阴99门的冒险之旅 高阴坐落于槟城的最最难端 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市镇 因为没有太多可学的交通风势 我们选择了骑小摩托 征服3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 是啊你没听错 在马来西亚摩托这是可以上高速公路的哦 一路狂飙驰骋虽然让人手心冒汗 但是也给今天的帽子啊 整天的一份不要操 哇虽说邵白这个事也算是有惊无险 但路上的意外不禁给整个行动蒙上了一层阴霾 放慢速度之后呢 我们一下午五点半抵达了高阴 这座只有五千多人的黄梁小镇 眼看着天色渐暗 大家的心里也越来越不安 这个时候我作为导演 替大家清点一下各自的冒险装备 也算是鼓舞一下士气吧 我们现在要去鬼屋探险 我带了GoPro 可以记录鬼魂嘖嘖嘖嘖在哪里 我还带了小风向 小风向呢 第一它可以去走恶魔 第二呢 我运过去的时候 它可以 营造出一种气氛 小比前面那位 我的武器强力多了 首先 我利用高科技带来对讲机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 可以讨厌 大家真的都不是最厉害的 给大家看我最厉害的东西 化解怨灵呢 是用爱的力量去化解它 我这里有一本 给我女朋友写的日记 充满了爱 爱化解怨恨 我是来自狗头人矿场的炮物 但我并不是个狗头人 我是个地精 时间就是金钱兄弟们 另外我还带了一个指南针 它可以帮助我们 在鬼屋当中寻找方向 不过这个指南针 我告诉你这并没有软用 进去给我这个东西 我会失灵的 圣光保佑 要圣光保佑 我觉得诸位都太乐观了 倘若我们这一次真的遭遇不测 我希望我身上携带的唯一东西 是珍贵的 来自故乡的 我死都不愿意撒手的 原本币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 其实我的眼里并不是只有钱 我还要带上我的纸笔 因为众所老子 所有的电子产品可能都会失灵 就靠我来绘制地图了 不知道它将会带我们通向哪里 我的武器是航拍器 可以先战略掃门一下鬼屋的地形 我有卫生棉条 可以发出甚至的白光 像鬼发出喷射 打断一下你要用卫生棉条喷射啥 好 那个手电膏安装好 打光的 瘦身的 说不定能收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这个是拍摄设备就是这个 然后火柴 到时候万一发生的事 我把房子少了 还有就是我的帽子 有经理帽子 我踩了安全感 我带来了 我带鬼屋的态度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带着这些有软又没软又的装备 我们开始向鬼屋进发 至于有老师装备了这个爱的笔记本 弯弯确确就是一个大的flag 难道这个人不知道恐怖片里带着女朋友相片的人绝必会死吗 不再还讲了 和我想起来不太一样 我原本以为就是一栋房子树在那边 就是你知道就是房子如果在里面 这种小道路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极不舒服 好 对哦 我们有高科技探路 加油 信号状况怎么样 可以 没问题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航拍器 正在向这个废弃的中原里面 飞出去 你怎么想的 我问你 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没有 其实这周围是一个华人跟印度人杂居的小镇 但是这个镇上面各种庙 各种泰斯宫庙好像多的有点过分了 我们500米的这一段小路已经看到四个庙了 我首先声明我是个坚定的维吾主义者 但是 确实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如果碰到什么情况 很受惊吓 有个原则不要喊对方真名 有用 可可以 有用 如果说他到时候谁喊我真名了 我把全对人的名字报一遍 我们要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 证明 你别我 并不存在 你就行 不 吴晨乐是存在的 注意一下你的担负数 太紧张了 好烦 我们的航拍回来了 我们的航拍还能回来了 万一看到天顶上站了一个女的就看了你 完了呀 真的有可能 你别吓死 你别吓死 从GoPro上面的画面来看 这个屋离着这个门还有一段距离 已经完全被这样的 应该是棕榈树安全覆盖了 现在变成一个棕榈树庄园 这片意外庞大的棕榈树庄园 确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但是更让人冷汗直冒的 是先前的交通意外 让我们晚到了一个多小时 眼看着高阴的最后一缕阳光即将消失 我们只能赶紧带上阿姬 朝着庄人深处探索我 我要先开启直播 如果我真的做什么事 大家还可以继续到我最后一段话题 你这样的话有弹幕附体 也有弹幕附体 只不过 但这里没有任何信号 三机王一个 记得啊 以后反正跟进男生 有什么问题抓他们 好大 有人啊 那个朋友们 到时候我跟你两个逼 然后后面跟的是羊驼 小陈小陈 游建文阿爽三个人跟进你们 两个女生在当中 对 我们看到无数情侣在这里试胆的记录 只是不知道这些情侣后来怎么样了 这座建筑的结构非常非常的特别 全部都是门 只有上面的这种灵窗 然后建筑层高非常高 我们这个建筑应该是巴洛克吧 对 那跟死掉是复合的就是殖民病出去的 对 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板上可以看出这个原先它是一个装饰非常豪华相当豪华的一种 对 哦 枪弹的痕迹 现在我们是选择正面突破还是从这边侧面 像我这么勇敢的人 只能选择从侧面突破 对 对 鸡阿鸡呢 阿鸡 阿鸡 阿鸡等一下我们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真正的海贼王 是怎么样当成的 阿鸡你睁开眼睛阿鸡 鉴于我们的新伙伴对讲机完全没有办法行动 我们只能把它留在门口 从侧门的旋转梯进入二楼 向着传说中最诡异的女主人房进发 来 我们可以看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边的宅子 上了个布满了铁锁 也就是说 虽然它本来是个比较开阔的空间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二楼遇到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跳到一楼去 灯光师会很慌 你是灯光师了吗 这次 走廊的镜头就是 传说中的高原99屋的最恐怖的房间 女主人房 据说在这个房间的门口 所有的摄像机会按不下开门 所有的闪光灯是没有办法打开的 我们去试试 这个房间已经被完全停留过了 所以 这就是女主人房 对 这就是女主人房 对 但不是据说有门打不开吗 是 但是你也被拆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拆了 抬头看上面 好 好 据说那根钩子就是女主人用来上吊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在那个上面有一个 阁楼 然后可以通向顶上的阁楼 但我们并找不到任何方法可以上去 司提 我相信这些人才平均 去不掉 前面进来转 没有 哦 可是 我不平 我不会平闪 所以结局说明 果然佳能的是比尼康都要好 哈哈哈 有力 你妈呀 谁来查一下这件事 虽然相机平闪这件事情 看上去很邪门 不过 比起传说中的 无法按下快门 闪光灯全面 这一点程度的灵异现象 确实让我们松了口气 哈哈 看来所谓的高阴九十九门 也不过如此嘛 那一刻的我们 是怎么认为的 你也往里走一走 你也往里走 你也往里走 大漠显然的 好酷啊 哎 这些人 进来 少白 你不怕吧 我不怕 好 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跟女主人房 非常相似的房间 很奇妙的是 上面也有一个方形 在同向的位置 通向阁楼 但是没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上去那个阁楼 然后这里 我们看一下地上 散落的什么东西 喂 喂 喂 按键卷宗 把手照进来 小心点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蓬蓬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查一下这个 你们其他人呢 先在外面去等一下 我们到里面录一个小东西 好吧 蓬蓬先别查那个了 先过来 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 可能 尝一下 蛮重的 这是什么鬼 我做这是什么 给我拿个光 全部都是我们看不太明白的 用中文 按键卷宗 按键卷宗 对 按键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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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还有12264同样的世界 这里也有李小白这里也有 李小白照顾 这里也有 然后我们看这里的房间非常奇怪 上面都用铁丝把窗封上 这铁丝排布的方式也非常奇怪 再看这里 都是 所以不禁让人很好奇 这个房间的到底是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不带走拍张照片 这杆子非常有名 美宫河采来的 就是去年的案子 就是一传中国游客在美宫河被杀 然后这里的这些画像 都是当时美宫河案件的主摸和首脑 然后还有关于案件的卫星图图之类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把案件的资料带到这里来 照一下 把案件的资料带到这里来 请房屋的主人能够对这些杀人者做些什么 如果出这个角度说的话 我想这里的 对应该不是传说中所谓邪恶的猛鬼 而是保有某种程度的正义之心的人 当然也可能它是符合马来降头书的主张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还是让这些资料留在这里吧 对 彭老师说完这段话之后 可以看到镜头里再一次出现了凭闪 在那一刻 就算是胆大如我们设置组 也不由得行李发毛 这一定莫名的资料就像一个漆黑的谜团 甚至让我们当时不敢告诉其他的小伙伴 像我一直想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女人 就是房间里死人是很正常 但我对一个故事的怀疑性比较高 就为什么后来有一个人会特地回到这里自杀呢 那就是你还记得星看链3里面有一篇文章叫The Dead Return 星看链3并没有这篇文章 星看链3的最后一颗96颗The Dead Return 就是在各国的传说里面都有这样子的故事 如果这边真的发生不幸的 有发生过不幸的事情的话 我们还是要保持最基本的敬畏之心 God bless everyone God bless you 他的英语我总是觉得很好笑 有点接不上好难接 我也接不上 回程的路上卷宗留下的谜团 依然在我们心中挥之不去 最最无法理解的 说为何这些资料特意用中文写成 湄公河案件的线索 又怎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高渊呢 而最后的最后 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们居然真的通过互联网 找到了令人震惊的事实真相 所以你是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因为 彭于燕 我真的是 各位你们能理解这种崩溃的心情吗 关键点并不在于 当时被吓上了我们显得多傻逼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期节目 我们已经不是他妈的一路爆炸 这节目路数根本就是走进科学嘛 现在半夜三更 我录制他旁白不能够大声嚷了 但是心里面我真的很想骂一句Fuck 所以搞到最后 这一集不是鬼财大冒险 而是彭于燕进去探班 我们还退一晚 就寄给你当伴手里吗 呃说到这个 鸡呢 一路爆炸小剧场 事情是这样 之前呢 我们给超货水打了几个广告 但是战争中表示呢 我们的广告太调侃 没有一本正经 凸显它们杀出契龙场的效果 我们要道歉 对不起 那今天的我们要严肃展示一下 这个产品到底好在哪里 首先 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清洗过的水果 你吃一口 怎么样 是不是很痛啊 我觉得 还好 不痛啊 痛痛痛痛 现在痛痛痛痛 为什么 因为这个水果 没有汽油管 没有杀菌 所以就是不容易 当然看这个水果 这个水果 我们是超火的杀菌来杀一下 来 再吃一口 现在我要喝什么 你都没有笑啊 哈哈哈 心情好好好啊 对 这个就是经过超火水 杀菌续农产之后的效果 吃了这个水果以后 心情都变好了 是不是 是 是 这次宝宝宝商一定会买入我们的宝宝 来 大家吃饭 这次宝宝 这次宝宝 是 这次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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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我 不愿意 不愿意 这次宝宝 这次宝宝 一直在 这次宝宝 做断 明镜需要 是 请检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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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